用时一个半小时 转子精准落入 白鹤炭一号机组的发电机转子圆满安装 二十年的时间 中国把水轮发电机组的单机容量 从三十万千瓦提升至百万千瓦 世界第一 在水电装备研制方面 中国人已经领先世界 夜晚的白鹤滩 霸体胶筑继续 二零二二年 当这座仅次于三峡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建设完成 它将连接上游的乌东德 下游的稀弱度 像加霸 组成世界上最大的水电清洁能源走廊 每年发电接近两千亿度 足以满足上海市一年的用电 然而中国人从自然中捕获力量的能力 远不止于此 中国东部福建沿海 这是中国人正在开发的大型海上风电厂之一 相比陆地 中国人早就意识到更好的风资源在海上 过去十五年 中国工程师以上海为起点 沿海岸线向南北延伸 先后建成了多座大型海上风电厂 总装机规模超过一千万千瓦 然而海上风电的建设和运营成本远高于陆上 因此采用大容量的风电机组 被认为是海上风电的发展方向 今天中国首台亚太地区单机容量最大的 十兆瓦海上风机即将在这里安装 海上风机安装 最大的风险来自不受控制的天气 第三支叶片安装时雨越下越大 能见度降低地面湿滑 这大大增加了作业的难度 在空间十分有限的安装船上 把九十米长的叶片法兰上的一百八十四颗螺栓 安插在与之对应的便桨轴承圆孔内 对工人们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 组装好的叶轮 重量高达二百二十六点六吨 需要将它们一次性调装至距离海平面 一百一十五米高的风机塔桶上方 安装必须依靠风和号 这是一艘一千二百吨自身式风电安装船 调高一百三十米 亚洲第一 考虑到发电效率 单支叶片的设计长度达九十米 叶轮组装完成后 叶轮直径一百八十五米 相当于三台波音747并排的宽度 庞大的叶轮和吊具之间 很容易发生碰撞 在吊装过程要尤为小心 叶轮组顺利完成了九十度的翻转 被吊至一百一十五米的高空 垂直吊起的叶轮 还需要超过二百七十度的高空翻转 才能和发电机对接 此时的风速 已经达到八米每秒 高空旋转作业不能停止 历时三个半小时 叶轮与发电机完美对准 等待在塔桶上方的安装工人 把一百五十六个螺栓逐一拧紧 今天 中国首台十兆瓦海上风机成功安装 当它借助海风顺势旋转 在年平均十米每秒风速条件下 单台机组每年发电四千万千瓦时 可满足两万个三口之家 一年的用电需求 减少排放二氧化碳三万五千吨 然而 海上风电最大的考验是台风频发 含炎量极高的空气 还会对巨型风机造成极大的威胁 中国人已经开始了对风机的升级 这里是亚洲最大的风电叶片制造基地 全球许多顶级风厂的叶片都出自这里 订单早已排到两年以后 通膜不缝止 通膜就贴实了 完全贴实 擀平呢 把手都擀平 这个车间里 工人们正在铺设叶片主粮 主粮在叶片中成立超过80% 重要性相当于人体的脊梁股 为了得到更高的发电效率 和更强的机组稳定性 叶片主粮必须被制作得更轻 更坚固 什么样的材料 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呢 碳纤维预浸料 被认为是满足条件的理想材料 这种材料对温度非常敏感 使用它最关键的是控制温度 工人们先将它们从冷窟中取出 送至恒温室 从零下五度解冻至三十度 碳纤维的粘性被充分激活 二十四小时后 将解冻完成的碳纤维材料 小心翼翼地安装 今天 90后高级技术员罗宽 要尝试用这种新的材料 替代传统的玻璃纤维 制作一个新型叶片主粮 碳纤维材料 重量轻 其强度比钢材高五倍 比铝合金高四倍 铺设要连续进行 83层的碳纤维 每一层都必须保持平整 不允许有一丝褶皱 温度对它的这个褶皱 产生的这个影响 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说我们的温度控制 就是褶皱的控制 铺设过程中 罗宽必须仔细检查 环境模具的温度 必须控制在 28度到32度之间 与碳纤维材料的温度 保持一致 二十个小时过后 83层碳纤维主粮 铺设完成 相比于玻璃纤维 更加坚固 重量却轻了3.6吨 成型的主粮 吊装至风机叶片的模具中 管住 加热固化 一支碳纤维主粮叶片 在这个年轻的团队手中诞生 然而 它能否成为未来几年 海上风机的主力叶片 还必须经历一次最为严苛的检验 三十七 计一下 最为的三十六都计一下 高级工程师王徐利 要测试这支叶片的最大抗台风性能 好 开始收拾 开始加载 四十 所有人清场 开始加载 五台自动化尽力加载设备 通过钢丝绳与叶片上的家具相连 他们将模拟自然界的台风 考验叶片 钢丝绳开始收紧 叶片受到拉力 慢慢弯曲 此时的叶片 从空中俯瞰 像一支巨大的弹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